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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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古坛事件 錄影时间是6月30日下午 两位明天7月1日 亦是香港25年回归的周年慶典 25年这么快过去 先生 我知道25年前地中原 成绩已经非常好 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你觉得这25年香港的什么变化 和你本身预期 或者你之前可能在回归之前的想像 有没有大分别 近来有些传媒说 香港这25年迷失了 你同不同意 回归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我自己预期回归的转变是有很多实质性的 但当时其实比较强调没有变 50年不变 但是主权的转变 怎么可以看成是完全没有什么改变 我相信当时是希望稳定 就强调了没有变 强调了没有变 这些转变 亦都令到香港有些反对派 就以为真是这个转变 是没有当是没有道 你其实换了老板 怎么可以说 没有道 你用原有那套去思考 去定位 其实就会撞板 我自己觉得反对派 对回归之后的本质上的转变 是估计不足 亦都对中国的发展的演变 亦都估计不足 你即使美国这20年 97年怎么看中国 和现在怎么看中国 是完全两回事 香港的反对派 当什么都没有变 用它以前 做过以为没有什么问题的事情 照做 最大的问题是 它是想将香港去调规它的方向 它的手法就没有调整 但是定的目标 其实和回归的方向是不一致的 回归你是回归去中国 但是反对派 是想 某种程度将香港 和内地的特殊性 香港维持 香港维持 和西方的密切关系 不单止密切关系 还想某种程度将香港和内地 有一定的割裂 例如主张香港独立 或者强调香港和内地的特殊性 香港要求不要被中央游四 这些其实都是和回归的大方向不一致 由于它对内地的用心、立场、底线 都估计错误 想带领香港人去争取一些 其实北京不会容许 变了去做这些事情 付出代价很多 譬如战领中环 都花了很多月 交通又停顿又盛 去争取公民提名 但是那次中央是 给一人一票选特首 只不过是提名委员会 即是提名权 中央有一定的影响 变了 他们认为香港 香港是可以争取到 即是基本法以外更多的事情 实际上是没有机会 即是我自己认为 基本法赋予香港的空间、自由度、自主的范围 是香港能够得到的最佳版本 因为定基本法的时候 大概是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 那段时间中央或者中国 对香港的需求依赖 是远远大于现在 你会争取更好的条件 他那边越来越有自己的力量 不用依靠你的时候 你再跟他谈 就是谈不到新东西 你希望他遵守承诺以前给你的 继续给你的 你还想多吃饭 那最后就不断 这些人会把那个地方都白费生机 战令中华是否在2014年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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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付出了不少代价 到2019年就付出更加多 之后 是不是为香港争取得很多 不见了 甚至原有些都可能没有 最大的問題是,他們有些人在香港立足 別人沒有趕他離開 有些人可能會拘捕,也不奇怪 如果他過分了 但是,很多人因而離開了香港 他離開了香港,去了別的地方 是否可以繼續尋求他原先所尋求的東西 你去尋求沒問題,是否可以尋求得到 所以,從這個角度去講 反對派在回歸之後所作的努力 付諸流勢 他自己浪費自己青春精力時間一回事 他還要拖我們下水 所以,在這個角度來講 他們是一個很大的失誤 亦都累到香港 先生,剛才跟政治角度看 似乎都有相當大的問題 但如果從經濟角度看,香港其實沒有盡目 以我所知,97年時,香港的GDP 其實若果佔全國的比例是差不多兩成多 現在就縮到變成單位數字 會不會是香港原地達步還是經濟方面的發展 其實我們都沒有什麼大方向 不是這件事跟香港無關的 這件事是大陸進步得快 我樂於見到香港的戰、中國的比例下降 當然這是因為我關心的不止香港 我關心整個中國、整個中華民族的前途 我當然希望中國好 就不止香港好 應該香港在這一段時間 如果你跟我們一個主要競爭對手新加坡比 我們的人均GDP就落後於他 GDP的總量都落後於他 從這個角度去看 所以我們是沒有保持到以前的優勢 起碼是被競爭對手爬了 但是香港仍然是屬於世界經濟的前茅 我忘記了 如果人均GDP計算 應該都是二十名之內 六、七左右 都是相當高的 移民的對象都少了很多 一般情況很少說 由經濟發展好的地方 移民去經濟發展差的地方 不是香港才有情況 例如台灣的情況 GDP per capita 遠低於香港 英國跟香港差不多 但是都好像香港贏了它一點 整體來說 你會否認為 有一種看法是 可能政府不夠魄力 這25年沒有指出的大方向 令香港有清晰的經濟發展路線 例如樓市或其他人 如果以以前香港的做法 香港是讓香港的商界自己去找發展方向 政府很少指引香港 政府只是提供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 亦都會配合香港的經濟發展 譬如貨櫃要好的時候 他就批一些貨櫃碼頭出來 如果你說要做高科技的 他可能在大學的撥款 在科學園或者那些地方提供一些援助 但是做主要是看私人企業去做的 政府只是協助提供條件 除非我們是轉了行國內的計劃 國內現在都不是完全計劃的 都是私人企業都扮演多些角色 但是香港不是沒有國企 香港有些國企來到香港 但是不是聽香港政府之敵 所以我自己覺得 香港現在是想保留資本主義的 即使到這一刻 中國經過了14年、19年大的動盪 都是維持一國兩制 維持一國兩制 就是代表香港發揮的功能 對中國依然有價值 所以香港是 為了對中國發揮功能 依然可能要保持 譬如我們現在有的 對私有產權的保障 我們的自由度 包括外匯流通 資訊流通 人員流通 亦都保留一定的法治 即以普通法為基礎的法治 當現在有國安法或政治上 某些考慮 可能會蓋過純粹經濟上的考慮 但是香港大部分做生意的人 都覺得在香港做生意 容易得到合約上的保障 如果有什麼糾紛 去到法庭 都會得到相對很多地方 都要好的一個公平合理的裁決 先生提及一國兩制 我們錄影的時間 習近平主席已經到香港 也出了一個新聞稿 他讚賞一國兩制經過這麼多風雨 他認為生命力很強 你怎樣展望未來25年 一國兩制的發展 我覺得香港的生命力很強 是建基於中國對香港的功能 或者對香港的價值的評估上 如果沒有國家在這方面的支持 有什麼生命力? 就是以為香港生命力真的靠自己都搞定 就是會計錯數 都要看香港對國家的貢獻 國家才會提供一個 讓你繼續發展的空間 你不斷地替國家製造麻煩 威脅國家想走的路 拖累國家的前進速度 那還給你有生命力? 所以我不是說叫香港人 什麼都妥協接受 實際上我們在世上 不是自己說事的 你這個世界始終是有一些主導力量 在影響著 在政治上 不能對世界有主導性影響的力量 完全當是武道 而是要了解判斷 然後才可以找到自己的定位 所以始終有一句 很多人都說過 中國好就香港好 希望未來25年都會繼續發展得很好 我們今節的時間到這裡 待會回來 我們第二節會再講一些財經方面的問題